新北市连续六年获得环保署评比为全国最干净的城市 市长朱立伦也特别在脸书上传一只以狗明星为主角的影片 透过这支创意影片让大家看看新北市民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家园 新北市连续六年获得环保署评比为全国最干净城市 究竟秘诀在哪里 新闻局特别拍摄了创意影片 邀请来醉红笑犬可乐担任影片的主角 透过创意影片来告诉大家 新北连续六年全国干净城市No.1 新北市是怎么办到的呢 哇 女才刚停 清洁队大哥大姐就在这边挖水沟楼 里长跟志工姐姐们也出来扫地了 我们尝试用这个所谓狗的角度 因为它毕竟是最贴近地面的 它能够看到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或者是以一个狗的角度去看 去了解这个城市为什么会这么干净 一定有它的一些原因 其实我想到最后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功德心 新北市民每一个市民都发挥了它高度的功德心 才让新北市能够连续六年 所谓六年霸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我想这个荣耀是属于所有新北市民的 我们只是透过影片的方式 透过可乐的一个呈现 让市民能够与有荣烟 这只被誉为最红孝犬的可乐 其实原本是一只流浪狗 后来在安息国中收留之下 成了所有师生的玩伴 也让许多不善表达的学生敞开心房 可乐它因为它个子小小的 那我们的学生看到它之后 就会觉得需要给它很多的爱 那在国中生来说 其实它们是很舍不得表现自己的 可是在它的面前会很大方的展现 那我们在观察中我们也发现 有的时候反而是借由可乐这个角色 孩子会去表达 那孩子会因为可乐 然后去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 然后回归到他的家人 是他们家的宠物 所以在安息国中 我们常常是借由可乐 让孩子去感受到那个爱与被爱 最主要是孩子 敢对它表达出那种他们的爱 我觉得在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新闻局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试着透过新媒体新的传播方式 让市民朋友更了解市府的政策 或者是措施 而同仁们发挥创意 拍摄影片 也成功引起不小的话题 记者方见凯琳静瑜 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